为了满足读者的多元需求 新北势力图书馆金山分馆进来打造生活创客工坊 设置热转硬瓶烫机、马克杯机以及缝纫机等等的设备 提供读者免费使用 只要带着设计好的图像档案 就可以到金山图书馆客制化 设计自己的马克杯或是衣物 可以作为礼品送人 也为生活增添更多乐趣 随着社会变迁 新北势力图书馆不再只是长书功能 为了满足读者的多元需求 新北势力图书馆金山分馆进来将三楼空间 打造成生活创客工坊 设置热转硬瓶烫机、马克杯机 以及缝纫机等设备 提供读者客制化设计自己的马克杯或是衣物 为生活增添趣味也可以作为礼品送人 而其实会将空间活化成生活创客工坊 是从四台缝纫机开始 就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志工妈妈都自制口罩 然后发给在地的高龄的老人家 然后从这里发想 然后慢慢去扩展延伸 把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空间 把它整理出来 然后打造这样的一个 可以到图书馆来 不只是阅读 不只是来听演讲 不只是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就是说到图书馆来 也可以来玩创意玩设计 原来是因为年初受到疫情的影响 金山图书馆教民众做布口罩 并设置缝纫机来教学 有需要的民众也可以来借用 后来渐渐发现地方读者 对于生活创客的需求 因而打造专属空间 并设置更多的设备 提供民众免费借用 消息一传出 金山区长也亲自体验 并且趁着里长的生日 挑选一张两人的合影 转印到马克杯上 作为纪念的礼物送给里长 过程发挥创意也相当疗愈 金山图书馆 这一次呢 有引进了我们这个创客的设备 它是北海岸第一个 拥有引进这样的设备的图书馆 那这个设备呢 它可以客制化 马克杯 还有客制化我们的T恤 以及手提包甚至有滑鼠垫 然后它也有客制 这边也有四台的缝纫机 都可以接受这个民众来申请 你只要有借书证 都可以免费的申请 这样子的服务来使用 这个呢 活动除了说让你客制化 很特别以外呢 它也是透过这样的过程 让我们不管是长者 或者是年轻的学者 可以脑力激荡 去想象开发出自己喜欢 自己客制化的产品 像我现在手上 我们也是这一次呢 公所同仁 我们自己将设计 我金山我骄傲的马克杯 也当作是一个新年礼物 给这样子 这是市面上独一无二 你有钱也买不到的 金山图书馆生活创客工坊 是新北首创读者 可以入馆阅读 还能客制化生活小物的场馆 创客设备提供预约免费借用 而转应用的马克杯 以及衣物则是要自行攜带 另外适用的材质以及布料 可以在预约时来询问 而金山图书馆也提醒 鼓励读者发挥创意自制礼品 因此转印的图像设计 切记要尊重智慧财产权权权 也欢迎有兴趣的读者前来预约 玩设计 季交平和金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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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